女生在检查室突然变异 连身体都能后翻折叠 医生从业十几年哪见过这场面啊 女生逃出检查室后 居然能像蜘蛛一样爬行 追着医院的人疯狂逃跑 医院难逃厄运 学校却早已如同炼狱 僵尸的追杀无处不在 饭堂早已撕杀成一片战场 四周都被僵尸围堵 操场外更是僵尸横行 他们走投无路 只能爬枪回到楼内 学校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恐慌 灭合器也只能阻挡一时 一群学生绕过重重围堵 终于成功逃回了教室 而小帅也拉着班长 从楼梯有惊无险的回来 研发出病毒的老师 此刻仍被关在警局审问 他也没有找到任何解药 甚至自己的企鹅都感染严重 大多数的老鼠都会惧怕猫 但是少数老鼠被逼急了 会因为过度恐惧 发疯似的和天敌反抗到底 老师提炼出了这部分激素 希望能让儿子变得更加强大 却不了弄巧成拙 技术无法控制的产生了变异 儿子变得狂躁不安如同僵尸 被围困在教室内的学生只能自救 他们报警说学校有僵尸 如此荒诞不及的说法 当然会认为是学生开玩笑而已 但是报警电话接连响起 全都说学校遭到了僵尸袭击 他们发现了异常 开始安排特警和消防紧急出动救援 大家都在想办法帮忙 粉一女生却因为过度害怕 开始质问班长毫无作为 一惊一乍的开始和大家争吵 要大家保护他 这时一个老师闯了进来 他开始安排大家用桌子堵着窗口 学生却发现老师被僵尸咬伤 老师很快发生了变异 追着学生就咬 大家只能选择逃往其他地方 一路凶险困难重重 大家同心协力终于逃进了实验室 但是这里又能安全多久呢 门窗四处漏风 僵尸成群结队的要爬进来 大家已经被吓得化勇失色 粉一同学又开始风功颠颠 他埋怨其他同学和傻子一样 操场上遍地都是僵尸 这个女生准备跳楼的天台 反而成为了学校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人生并没有改变 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地狱 而霸凌女生的大狗 此刻战战兢兢地藏在厨房 人性恶劣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为了不惊扰僵尸 他冷血地把女同学推出去送死 一对情侣迷迷糊糊地躲进了厕所 这里虽然没有僵尸 但是女生已经被咬伤 为了能够安全活命 即使感情再生的情侣 也必须面临离死我活的选择 变异的僵尸生命力极其顽强 就算被戳破喉咙仍然存活 幸好得到了弓箭部的救助 他们是如何知道僵尸死穴的 班主任在广播室通知全校 这里已经被僵尸占领 他要存活的学生寻找机会离开 广播的声音吸引了僵尸的注意 但是数量庞大的恶魔 丝毫没有成功逃离的可能 而阿花的小姐妹 也因为淘宝途中被咬伤 开始疯狂地扑向大家 就算是被撞出窗外 阿花也没有要放手的意思 这可是他最好的姐妹啊 两人一路走来情比金尖 如果是你 能够轻易放弃好姐妹吗 被僵尸围棍的教室已经脆弱不堪 唯一的办法只能逃往窗外 恰好门外有消防水管 他们选择爬到楼下寻找机会 非常幸运地找到了班主任所在的广播室